记者洪瑞琴台南报道,成功大学年轻师生闪耀光芒科技部今年举办的吴大游先生纪念奖,成大有其人获奖,另外医学系学生组对首次参加哈佛大学创办的国际生物分子设计竞赛,Bi Molecular Design Competition,简称BiOMED爆回金牌等四项大奖。 另一个跨院系学生团队参加麻胜理工学院主办的2017IGEM竞赛,爆回金牌并夺得竞争最激烈奖项冠军最佳环境主题奖。 成大校长苏慧珍今天主持成大史上最年轻学术成就表扬大会,恭喜他们为学校历史写下新的一页,更期许师生们不要自我设限,只有自己才能决定要飞多高。 得奖同时也代表树立典范于标杆。 2017年IGEM竞赛是成大第二次参加竞赛分12个主题,44国组队参赛,5400人参与,在全球于300竞争队伍中成大脱颖而出。 水产养殖是台南重要产业,然而高密度养殖以及饲料造成氨氮发气物快速累积,危害与体业者为降低氨氮废物浓度,多选择换水或污水直接排放,造成地层下陷。 高浓度硝酸盐类也不利河川湖泊。 成大表示,成大学生团队从在地产业发展与环境关怀出发,即运用精英工程统计资讯电机机械设计等技术开。 发出新系统计及制造能自动采样及监测的小船,并将硝酸盐浓度、酸碱度、温度等重要数据回船云端,透过手机APP及时呈现给使用者。 成大表示,调节硝酸盐等氨氮问题是团队获奖一大亮点,利用大肠杆菌代谢含氮废物的特性将精英转时进入大肠杆菌内,使其自硝酸盐生产氨基酸,改善养殖水池的水质,减水环境污染。